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希望不久的将来就会继续开始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agenda 那这个大家就先看一下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会讲解一些城市 所以什么是scala 3 对不起 我很多时候我会很快的过去 因为我觉得今天东西可能比较多一点 没有时间讲 它是一个下一个版本的scala 然后基本上会比scala 2更好学 也更intuitive一点 可是它又更powerful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high的claim 不过我觉得现在用起来 用了一阵子我觉得它确实是不错 对一些beginner来讲 现在来学scala应该算是最好的时机 那什么是type level的programming呢 基本上就是很简单 programming with types 不是value 所以我们在一个城市语言里面是 事实上除了你是python或者是javascript之外 我们是有分type跟value的 那type level programming就是我们对 我们是programming with types 那最主要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是在compile time的时候 我们compiler在跑的时候 它在执行 而不是在run time 而不是你在执行这个城市的时候 所以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它能够抓到你一些错误 不是在你run time的时候 它才把你错误抓出来 它是在compile time的时候 你城市还在写 还在编译的时候呢 它就把你错误抓出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会避免掉 我们未来你如果你在跑的时候 它会那时候再出错的话 其实就已经太晚了 所以它utilized这个Skala很powerful的这个type system Skala的type system事实上是比这个 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一些大部分的language 它的type system更加的powerful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说 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它里面会用到很多Skala 我们所谓的singleton type singleton type 那什么是singleton type呢 这里我们大概跟大家熟悉一下 像我们这个val val就是Skala constant的意思 像java final一样 val1它的type是什么 它的type是1 所以Skala里面你可以type是1 那1的时候它是int的subtype 它是integer的subtype 所以这个type呢 它只有一个inhabitant 它只有一个value就是1 所以这里的冒号后面是type 等于后面是value OK 这个大家要 大家弄比较清楚一点 接下来也是一样 truev的话 冒号true 这个是 它是一个boolean 可是它是boolean的subtype 它是true 这个true它也是一个type 它不是value 等于后面才是value OK hello也是一样 hello这个string也是一个type 它的唯一的有可能的value 也就是在hello这个string OK 所以假设我们这有一个true 叫做celestial body 就是天体 这个true在java里面叫interface 所以case class sun是唯一的一个 我们太阳系里面 唯一的一个sun 所以它是一个case object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singleton 它只能够是有一个sun而已 你不能够有多个sun 它还是可以extend这个true 所以这里呢 sun冒号sun.type 是它的type 所以所有singleton它的type 都是就是必须要是 那个名字后面点type 才是它的这个type 然后它的值呢 就是这个sun 唯一的一个value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assign到 也可以把sun assign到这个celestial body 因为它本身它是extend celestial body 所以它就可以extend 所以它可以assign到celestial body 下面planet的话 行星的话呢 同样的它也是extend celestial body 可是它就可以是多个 我可以说mars是一个planet 然后earth也是一个planet 或者是venus也是一个planet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assign到celestial body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很重要 虽然这1跟1是一样的 可是在冒号的右边的1是type 等号右边的是value 所以在这个scala3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language construct 称之为language construct 叫做match type 那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 一个language的construct 它让我们在scala3里面 做type level的programming 会更加的容易 比起在scala2 所以它基本上呢 就是像是function with types 然后这些argument呢 就是它的这个argument 也是都是放type在里面 所以底下这一个就是一个 这个match type的example type lm 然后x 这个x呢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看成 它是一个argument 然后前面这个elem呢 就是一个type function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用这个type里面x 给我一个x的时候 我这边我x就可以来做一个match case 如果x是string的话呢 我就return给你char 如果x是array的话 我return给你这个array里面的这个type 是什么 如果x是itterable的话 我也给它itterable里面的type 是什么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一边用summon summon在scala2叫做implicitly summon的意思就是 它会去把 它会去抓你现在的 这个scope里面 有没有任何符合 符合这个 符合后面的这个type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summon 那这个等于冒号等于的意思呢 就是说 前面这个type 跟后面这个type 是一样的 是相同的 所以如果前面的type 跟后面的type 是相同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witness 它就会有一个东西出来说 这个是 它们确实是相同的 然后summon就会过 如果说 这个它们两个是不同的东西的话 summon就不会过 不会过的意思就是 compiler就不会让它 就不能compile过了 城市连跑都不能跑 所以我们这里 summon alarm string 等于char的时候 它这个是OK的 arrayint的时候 等于是int 就follow上面的这个 arrayint的话 等于是int listflow的话呢 是flow 然后可是如果 不是任何上面的东西的时候 它出现就是 nothing 在scala里面 nothing就是 基本上 compiler一看到这种东西 一看到 你要去触碰 任何nothing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就 就是表示 它不过的意思 我们是把它称之为bottom bottom的type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的 可以有一个type 它是一个function 然后我们里面 接受一个type的parameter 然后它可以有这个 type as result OK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范例 我们叫做first 然后它是一个function 它可以return 这个 你丢给它任何一个东西 然后它会 丢 它觉得这个东西里面的 第一个给你 所以它有点像是我们list的head 一样 或者是一个tuple里面的under1 1 它可以 可是它是一个function 它就可以做到这所有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这个就是first first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first 它是一个type function 对不对 接受一个x as parameter 然后你就x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matching的动作 如果它是non.type non是一个singleton 所以它的type是non.type 我们先前有讲过 它就map到non.type 我们看到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是type 没有value 如果是some里面的x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 再给它丢到这个first的type来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 这一种first呢 它是可以是 对不起 我hover给关掉 好 所以 这里看到somex的话 等于是firstx 意思就是说 这个first 它又 如果是some.x的话 它会来callfirst 继续来call这个first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可以是一个recursive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如果是some.x的话 它又继续回去call这个first 如果是string的话呢 它会return的type 是option of character 如果是array的话呢 它去callfirst 然后 可是它里面丢的是option of x 因为array有可能是空的 如果是 如果是空的的话 它就会pass none给它 如果不是空的才会pass some iterable的话也是一样 然后底下这个是一个 是topple 现在新的topple 你可以用这一种 这一种type来写它 这就top of至少一个element 然后如果是any的话 我们就return个option 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是type definition 可是我们底下呢 可以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它真正的value的definition 所以上面是first的type definition 下面是first的value的definition firsttermlevel的definition 所以这里的话 这就我们比较熟悉的value的level了 所以xmatch的话 如果是none.type就return none some的话我就return first x.get x.get出来就是option of x 对不对 string的话就是head option 或者其他下面也都是一样 所以当我们拿这个来跑的时候呢 我print这个first 如果是一个triple 就是一个topple里面有efalse 跟a这个character的时候 它就returnsomeone出来 就是第一个 如果是hello的话 它会returnage 如果是一个emptystring的话 它就none了 就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first 如果是一个array 123的话 它会returnsome1 一个emptyarray的话 它又returnnone 如果是一个tuple的话 它会returnsomeone 不是是一个list的话 它return第一个element 如果是一个emptylist的话 returnnone 如果false的话 它什么都就是 只是它认不得的东西 它就returnsomeof这个东西出来 OK 那这个的好处是 比方说像是 我们不仅仅是上面这些 我也可以是一个nested的structure 所以是 如果是一个list 里面又有一个array 里面又有一个tuple 我要得到它的first的话 它就会去找这个list里面的 第一个element 是一个array 里面的第一个element 是一个pair 里面的第一个element 是world 里面的第一个element 是wz个character OK 所以它这个 我们就是上面很简单的 这两个function 我们就可以做到底下 这些所有的 好 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下 这个SKI calculus SKI calculus 有一个是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calculus 这calculus 它基本上只有三个不同的expression而已 那这个里面真正的 它在做什么 其实并不重要 不过这可以大概讲一下 IX 你可以把这个 逗点这边 看成是function的application的话 IX 这是一个identity的function 这个是一个constant的function kx 然后再给它 这出来是一个function 在apply y的时候 它不管y是什么 它是return x 然后下面sx的话 就是它会 拿这个x apply z之后 出现的是一个function 再apply y apply z的结果 OK 不过这个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的scala 的这个type system呢 我可以implement这个SKI calculus 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因为SKI calculus 基本上就是 大家说任何的语言 能够implementSKI calculus的话 它就是turing complete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scala的 这个type system 能够implementSKI calculus的话 那它就是turing complete 那这个就是 我们用scala的type system implement出来的SKI calculus OK 那我唯一要说的就是 scala type system 是蛮powerful的type system 它是一个turing complete 你可以不用 任何value方面的东西 用type system 你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写任何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这个 通常我们讲type level programming的时候 我们都会 大家都会举的例子 就是natural numbers 那natural numbers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type level的方式来做 那这个我们可以用scala的type呢 来implement这个natural number 然后里面可以有plus 怎么样子加这些number 或怎么样子multiply 怎么样子乘这些number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是没有去做它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natural number natural number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 这个seal trait net 这个就是一个interface 我们今天早上 看到很多这个新的java 有很多新的language的feature 可是事实上它里面所有的 这些language的feature 我们大概在scala里面 我们已经有 有至少六年了吧 我们都有 那些feature都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seal trait 就是seal在javaseal interface net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另外一个trait呢 我们叫做zero 然后它extend net 再来呢 我们有一个successor successor 它take一个type parameter 然后它也是一个net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有零 zero就是零 然后一是什么呢 一就是这里 我们看type one one的话就是 one的话就是 successor of zero 就是zero的下一个 当然就是一 ok 那two呢 就是successor of one 然后以此类推 ok 所以如果用这个方式的时候 我们的plus怎么做 我这里plus的话 我要 我要n1要加n2 对不对 n1要加n2 那我们这边就是 用n1来match 我n2都不改变 n2都不改变 所以用n1来match 那n1如果它是零的时候 那零加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所以零加n2就是n2 对不对 0加n2就是n2 那如果说 所以那n1除了 它可以是零之外 它又可以是什么 它唯一可以的就是 它又是 它是一个successor 所以如果是successor of n的话 那我要 我要怎么相加呢 基本上就可以 这是一个recursive的call 所以plus里面我可以 n2继续不变 只是我把这个npass给class 给这个plus 所以把里面的这个npass 给这个class之后 这时候我们出 我们这个successor of n 我们这个successor of n 所以这样子这个程式就是对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 它会一直successor下去 一直到碰到零的时候 前面就会零 然后它会跳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一个sum multiply的话也是一样 multiply的话 也是我们n2保持不变 n1来match 如果是zero的话 当然什么东西乘以零就是零 所以zero的话是零 那如果是successor of n的话呢 我们是multiply n by 这个n2之后 外面再把n2 这个再加上去 表示说就是 我们一个值会加 前面那一个值的几次 这就是multiplycation 所以我们底下这里 就可以证明说 如果summon successor of 1的话 它就是2 如果是plus of 1跟1的话 它就是2 以此类推 multiply 0跟1的话 它是0 multiply 2跟2的话 它是4 所以下面这个summon 就证实说我们这个是对的 所以type level programming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都是type的话 你更跑都不用跑 你只要compiler compile过了它就过了 那compile compile不过 你就要想办法让它过 好那 我们用这个natural number 可以做什么事情来 这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因为都是在type里面做事情 那我们基本上呢 是可以 比方说我们这里可以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define一个 一个datatype 叫做vector vect 它除了我们一般所知道的 像list of a 什么array of a 它是 它可以是 它是一个sequence of a之外 前面我们还可以 加一个type 是它的 是一个number 那这个number 就是这个list的长度 所以我们在scala里面 我们可以define说 我这个data structure 它不仅仅是一个list 它是一个list of type 2 或者是 it's a list of type list of这个length 2 或者是 a list of length 10 那这个东西呢 是compiler会enforce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example 所以vector vector的话呢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basic trait 所以我们会define 四个不同的 这个function 一个是它的长度 或者是我们可以map 可以mapping 可以做zip 可以做concatenation 那我们从这个trade这一边 你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以这个 以zip来看好了 通常我们在list 你list里面 你要做zip的时候呢 如果我现在要zip的这个list 跟我原先 所要这个zip的list 它的长度不一样的话 它都要去define一些方法 比方通常就是 它会选这个最短的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list 一个list是 length3一个list 是length5的时候呢 它出来的list一定是length3 一定是比较小的 可是我们在这里 我zip的话呢 我不要这样子 我define就是说 你要跟我zip的话 你的长度一定要跟我一样 OK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vector 它的length是n 对不对 所以我底下zip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vector 它的length一定要是n 这也是n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两个长度不一样的话 基本上砍拍就不让你过了 OK 那concat也是一样 concat的话呢 我要concat这个vector of list n with一个that这个vector 这that的vector 它的长度是什么 m 对不对 然后它的signature这边 它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它的长度 必须要是n加m OK 所以表示说 我这个出来的这个list的type 一定长度一定要是n加m 那这也是一样 compiler会enforce 所以我们先来讲 如果这个list 当然最基本的就是empty 如果是empty的话 长度是0 对不对 如果是map的话 map因为这个长度是0的 什么都不用做 它就returnempty 如果是zip的话呢 因为它的长度是0 也是returnempty 如果是concat的话 如果要两个相加起来的话 我前面这个list是0 后面这个当然就是 你要concat起来 结果就是后面这个 所以empty是很简单的 那const的话就是 我要加一个进来 const的话就是 我有一个头跟一个尾巴 那头是就是一个element 尾巴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个vector 另外一个vector 它的长度是n 所以它真正的type 是什么 我加了头之后 它真正type 就是一个vector with一个success of n 对不对 它的长度就会加1嘛 success of n 所以这下面的这个implementation 就是用来implement这些东西 其实都蛮streetforward的 我看一下 有什么比较特别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长度的话就是1加tail的length ok map的话呢就是我做另外一个cons 只是我的head呢 先apply f上去 就是我要做mapping的这个f 然后再加上tail.map 就是recursive来扣这个map zip的话也是一样 形成这个pair之后 recursive去扣这个zip concat的话 也是一样 ok 所以这样子做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 这里有一个convenient function 就是 这个写法是 scala3 extension method 的define的方式 就是说我现在 有一个head 然后如果是colon colon 后面是一个vector的话呢 它就会来扣这个cons ok 所以我们这里有v1 v2跟v3 v1跟v2 它是各5个element v3的话是3个element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assert说 v1它的长度是5 我map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真的来 我们跑一下 那么我是在console里面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说 v1的话是12345 那这个map出来的呢 我map出来是 星星乘以多少个数字 意思就是说 星星会repeat几次 所以我map出来的呢 是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 四颗星 五颗星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ype 它的type是什么 它是一个vector of succ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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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of zero of successor 五次就变五 ok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zip呢 zip的话它出来的就是 因为我们这是v1zip v2 v1是12345 v2是67890 所以zip出来的就是 16这个pair 然后再27pair 38pair 49pair 50pair ok 然后concatenate也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 因为v3它是三个element v1是五个element 所以如果我们这里 说我要做v1.zip v3的话 compair就跟你说错了 因为它的长度是不对的 两边的长度是不对的 它就不让你zip了 ok 所以在还没有执行之前 它已经把你的错误给挑出来了 好 那这个scala3呢 它除了有这个match type之外 它也有provide一些这个standard的library 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就是tuple 那在scala2的时候也有tuple 只是scala2的tuple 是比较hard code的 所以它会有 它的tuple是 它一直hard code到 你这个一个tuple里面可以有22个element tuple跟list不一样的地方是 list的话是 它的element的type都要一样的 tuple的话是 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type 在一个tuple里面 那scala3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22个element 所以你在scala3里面 你可以基本上可以有一个无限长的tuple 如果你要的话 那它这里面用了很多type level的programming 它基本上是一个lightweight的shapeless 如果大家知道shapeless的话 就知道它会做一些蛮神奇的事情 不过scala typo已经可以 tuple已经可以做到一些 某一些shapeless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比方说这个tuple1 我们上面看到的像一个tuple 它的type是int, char, boolean 这是我们在scala2看到的 也是一样的type的decoration 它就可以是e,a跟true 底下tuple2的话 它也是int, char跟boolean 只是它的defined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只是这个tuple1跟tuple2 它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它只是type的写法有一点不一样而已 那这两个type的define的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底下假设 我们有一个user class 它是name 它是case class 它是name跟age 所以我们在define一个user1 user1呢 它的define一个user1之后 我用tuple的fromproduct type 给它一个user1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tuple user2其实是一个tuple 是一个tuple of water跟18 然后我们再用user的这个case class呢 它的点tuple的这个function 丢给它这个tuple的时候 它又return原先的这个user回来给我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scala利用tuple呢 我可以从case class跟tuple里面 我可以自由地转换 那自由转换有什么好处呢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tuple事实上你可以 你得到tuple之后 你可以对它做很多事情的 所以你可以一个case class 做成一个tuple之后 做很多事情 再把它转换成为 是另外一个case class 所以我们有一个example 就是tuple 里面有 我们可以对tuple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map flymap filter fold 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们这没有时间可讲 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这里可能就开始有点奇怪了 所以大家脑袋可能要放空一点 好 所以我们有一个id id它的type是a的话 ida就表示是a triple的话 它是一个tuple的type 是in chart跟boole 所以我们这个map 其实就是tuple的map map 我们看到它上面 上面我有截取它这个 document的definition document的definition 它的map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要给我 你要map的tuple 跟后面这个f f这个 另外一个hierakine的type 这个hierakine的type 其实就是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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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个function 只是这里是一个type level的function 所以这个function呢 就是 这个function呢 我会pass 所有tuple里面 因为你要做map嘛 对不对 你要做tuple type的map 所以我会pass这个tuple里面 所有的element的type 给这一个f 那这f要return给我 它要map出来的type OK 所以如果我们用tripleid的话 这id我们上面看到id 你给它a 它就return a 所以map tripleid 它出来的type呢 还是integer character 跟bolean 因为它都没有变 OK 所以 summon的话 我们summon这个map 然后tripleid的时候 它的type 基本上还是triple 可是如果说我们 给它一个type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map 我们要map一个triple width 这个option的话 那它出来会是什么 这个后面的这个map的function 这个我们是叫做polymorphic function 这也是scala 3出的 新的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lambda呢 它的t啊 可以是任何t 可以是你上面 这里所define它所要的t 所以这里这个t 我们都不管 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x 包到sum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这个map 这个triple with option的时候呢 这个triple它本来是 它本来是e a跟true的 现在出来就会变成是 sum of e sum of a 跟sum of true 因为它就把 它就把这个option 给apply上去了 所以如果你去summon的话呢 map of tuple option的话 它的type就是 一个tuple option int option char 跟option boolean 我也可以做一个upgrade 比方说像是 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个upgrade的 这个type function 你给我一个t 如果还是int的话 变double char的话变string boolean还是boolean 所以我这边 如果我做一个upgrade 我做一个upgrade 然后这个 它是 先不要看这个function 我们先看底下 我做一个triple upgrade的时候呢 我t点map这个upgrade 上面这个function 这个upgrade 我出来的就会 本来是integer e的 现在就会变成是double of e 本来是character a的 现在变string of a 然后true的话都还是不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上面这个type呢 这是一个type level的definition 底下的这个upgrade呢 是一个value level的definition 跟我们一刚开始看到的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做type level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type的definition 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需要value level definition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value level definition 只是出来的就是value而已 好 那我们也可以做flat map flat map很简单 flat map就是说 我像比方说像我这里有一个triple 然后它的flat map的话 它也是接受一个herit kind of f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是couple couple的意思就是 我把它变成两个 所以你给我一个t 我不管你给我的是什么 我把它形成是一个pair 那flat map的话呢 就会把这些东西通通变flat 所以你本来你给我一个triple 我现在你apply这个flat map couple的时候呢 现在的result type就会是 除了是两个int 两个chart 两个bole OK 它也可以做filter filter我这边 我们design了一个type function是 如果你是character的话呢 我return true filter它后面的这个就是 它要你return一个type function 它会return true或false 它是一个predicate 在这里的 大家记得这里的true或false呢 它是一个singleton true singleton false 它也是type 它不是value OK 所以filter我这边 如果我说把f4 就是上面的这一个 这个type 我把它丢给filter之后呢 因为它是character only 所以它return回来的就是char char这个type而已 int跟bole 通通被它filter掉 它除了这个之外 它也可以做fold 可是fold就比较复杂 我们就先不讲 所以它还有很多其他的 它都可以做 都是type level 它可以做的事情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一个这个scala的compile time的package 这个compile time的package的话 它是 它是一个sender package 它这里面 它除了 它基本上就是让我们 除了说可以有 123处boolean的singleton type之外 它甚至于让你来做 来做算术的 或者来做boolean的algebra 所以比方说这样这个i 如果说1加2的话 它等于3 OK 它会说1加2 它就知道是3这个singleton 或者是1大于2的时候 它这里这个type 会变成是false 所以你assign false 给它的时候compiler会过 或者是s a这个string 加上b这个string的时候呢 事实上s的type 是ab这个string OK type是ab这个string 所以value也必须要是ab 这个string compiler才会过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 很快的example math的这个scala 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是scala里面自己的 可是事实上它在 应该这么说 它在背后 它也是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你 你用这个东西 你不能够 它有一些limit 你不能够无限大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 没有 它可以做到net 所有要做的事情 对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math 所以比方说像是 我们可以在 这个scala3的type system里面 我就可以define gcd 最大公约数 是不是 gcd 所以你给我ab 然后如果b match 0的话 它就是a 要不然的话 就是gcd倒过来 b 然后a 它也可以做modular 所以amodularb 这都是type 它就可以做 最大公约数 所以252跟105 最大公约数是21 它也可以做fibonacci number 所以你说 我们都知道fibonacci 因为它可以code recursive 所以fibonacci number 它也可以区分 说你现在pass进来 这个是odd 或者是even 那areven 这是mutually recursive odd里面codeven even里面又codeodd 所以这里 最底下这个 其实就回答辟轩的问题 负1的话 负1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什么 因为我们这是从0开始 我都没有检查 它是不是负的 然后继续减 所以你给它负1的时候 compiler就隔屁了 因为它就 它就 它就 它compiler就说 这个recursive limit exceeded 所以它会有一个check 说recursive limit 我不知道是多少了 它会有一个这个 如果要recursive做太多次的时候 它就会爆掉 我们除了可以做 tuple除了可以做 刚才那事情之外 filter map flatmap fold 我也可以做sort 我们可以做insertion sort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insert 我要insert这个a 进到这个tuple 然后后面这lt呢 就是less than的意思 我expect你给我一个type function 它是接受两个parameter 如果前面比后面小的话 return true 然后如果倒过来 当然就是false 所以 这个insert 然后它回来的会是一个tuple 所以你给我一个t 如果t是empty的话 前面这t是empty 你要insert这个a 对不对 那我很简单 它就是a a 然后这个emptytuple OK 如果它是 h跟t的话 就是head跟tail的话 表示它不是empty了 它至少有一个头了 那我就 我就拿这个less than 我来做 来做comparison a跟这个h 如果是true的话呢 我把a放在前面 然后就是t 就结束了 那如果说 如果是false的话 表示说我这个a a的a是在 a是我真的要insert到里面去的 所以我现在做一个新的tuple h在前面 我们在insert a with这个tail 然后pass给它相同的这个 所以它这个其实跟 跟这个value level programming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要说 好 那我这个less than 会是什么 我这less than 我就要自己define一个 这个type的predicate出来 对不对 less thanxy x大 x小于y的时候 return true 要不然就false 如果是int的话 或者是我也可以define 另外一个predicate 是size 我说这个tuple tuple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type function 叫做size 它可以给我说 它的size 这个tuple size是多少 然后我该做一个大小的区分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insert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insert 1到23的时候 就123 insert2 13的时候 反正insertion 就会是对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上面 insert的这个type之后呢 那sort就很简单 sort的话呢 就是你给我一个tuple 跟一个comparison的时候 我就tuple来比较 如果是empty 当然还是empty 如果是h跟t的话 就inserth到sort的tail tail sort起来 那这也是一样recursive 所以你给我sort 213 我回来type 就是123 321的话 回来type也是123 那如果说 我用另外一个这个predicate 是size的话 而不是大小的话 那它就会根据 你这个tuple的size 前面是 这size是22 size是2 后面size是1 最后size是3 所以它会依照这个size来排 OK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 做sorting 糟糕 快没时间了 我们可以有一个hashmap 它的implementation呢 就是hashmap 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说hmap string的话 就是它的key的type 所以我们说key的type 是string 可是它的valuetype呢 我们说我要put一个name 它是water 所以我现在这个water进去了 它的type是 它的name是这个string 接下来我用h的话 我说h是18 它是一个int 我又再put一个h是20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overwrite h等于是20 这时候我又 如果我又put一个h 它是20的时候 可是这20是string的话 这时候我的edge 就变成是string了 所以我这个heterogeneous map呢 它永远都会keep track 说你现在这个map里面 有哪一些key 跟这个key 它所associate的type 又是什么 然后它不会出错 所以我底下 如果我说string 我要取得这个name的这个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string h的话呢 它就会 这个h 我要得h 可是我以为它是int 的时候 这个时候compile就不会过了 因为这时候最后 我h把它换成是string 对不对 所以下面这个int的话 compile就不会过 我也可以把这个东西 给remove掉 这个是程式比较复杂 我觉得我们没有时间讲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其实都是蛮单纯的 就是只要看得懂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事实上type level programming 它并没有 它所可以运用的东西 没有很多 它有点像是 人家给你lego 可是lego里面的piece 就是那几样而已 可是你自己就要想办法 去把它拼凑起来 所以其实你只要了解 这些piece之后 拼凑起来的 这个还蛮简单的 最后 我们除了可以做这个 atch map之外 我们也可以玩tic-tac-toe 我们可以玩紧致游戏 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要玩tic-tac-toe的时候 插根圈是谁来玩 我的order of play 是enforce by compiler 你要下不同 你要下的地方 是别人已经下过了 compile不会让你过 谁赢了 compile会跟你讲谁赢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已经没时间了 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tic-tac-toe 然后我可以去 type level的tic-tac-toe 好那 对不起我没时间了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跑 可以跑 只是 它通通都是type level 所以 我看 我们有一个board 这个board它所有的information 都 encode在type里面 所以它后面value没有资料的 所以你跑起来你也什么都看不到 你可以看得到type 可以你看不到 不会啊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下面再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